为什么说血须怕冷,血淤生热,血躁扫养 中医理论中血的概念和稀略有不同 血属阴而主静,有乳氧作用 给身体各部分提供营养 保证各脏腑组织正常运转 那如果血出现了异常 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今天崔升就教你一个忠诚药 补血、活血、养血 为什么说血须怕冷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家里的暖气 冬天的时候如果暖气管里的水不够 到不了你家,家里是不是就会很冷 血液有乳氧的作用 它给身体各个地方提供营养 那这个营养也包括了热量 所以血须的人 血液寻行不能到达四肢末端 就会出现手脚凉怕冷的情况 另外呢,还多伴有头晕眼花 脸色苍白、失眠心悸等情况 一看舌头,舌质也是蛋白的 那这种人就可以参考一个 次物颗粒补血 那为什么说血瘀生热呢? 血瘀是指血液运行不畅 运行受阻 有的人还会形成病理性的瘀血 那瘀血的特点呢,就是固定不动的 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地方 就像农村堆肥料一样 一直堆在一起 是不是就会有热量呢? 那血瘀化热的人 身体某个地方会有刺痛、烧灼感 总是感觉口干 但是也喝不了多少水 晚上呢会更加严重 舌质子按 或者是有瘀点瘀斑 那这时候呢,可以参考一个 血腐足于丸 血躁、扫痒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说过 血液属阴阻静 所谓的内风就是阳气的不正常流动 血一躁,不能制约阳气就会生风 那风的治病特点之一呢 就是皮肤扫痒 并且发无定处 此起彼伏,还容易干燥脱械 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质是红的 舌胎比较少 甚至是没有舌胎 那这种人呢 都还拌油 口干、烟灶 心烦、失眠 手脚心热 夜间、倒汗等情况 怎么调理呢? 可以参考一个 脂白地黄丸 需要注意的是 用药呢一定要对症 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的情况 可以让专业的医生来帮你辩证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